第七题,明义想利用指尺测量课本的长度 试问下列哪些测量方式可以增加测量的准确度 假,选择刻度较小的指尺,这是可以的 我们会准确到最小单位 所以刻度比较小,我们的最小单位比较小 我们就可以测量的比较准 那么同理我们就知道 以说选择刻度较大指尺是错的 那我们刻度比较大,最小单位比较大 那我们能够准确到位数呢,就会比较少 所以呢,已是错的 丙多次测量取平均值,这是对的 这是我们上课教,让我们的测量会比较准确的方法之一 就是取平均值 所以我们的假跟丙呢,是我们的可以的方法 所以第七题,问我们说 试问下列哪些测量方式可以增加测量的准确度 我们答案选的是A,假丙